下個月就是中秋節了 許多社福團體為了券目基金 都會各自推出禮盒行銷 但是效果不如預期 因此今年縣政府的社會處 整合各單位 推出了宜蘭靜好禮 同時號召企業團體來認購 不但成效良好 也呼籲更多人一起來響應 在縣府的協助下 由長榮酒店負責指導 製作月餅的社福團體 以提升口感跟品質 加上整合了行銷 搭配其他文創商品 或水果 共同推出宜蘭靜好禮的 中秋節禮盒 尤其有企業團體的熱情響應 像是信揮藥廠 羅東師子會 社母醫院等等 馬上就認購數百合 縣長特別頒獎勉勵 派大師來幫我們教 所以今天買的食品內容裡面 就有接近五星級 大師的手 所以這個是值得大家期待的 另外有一些不是食品類 那每一個因為它非常的多元 可能沒有辦法個別成為禮盒 那我們就透過社會處 透過這樣的平台整合成為一個愛心的禮盒 所以我們送禮一項我們都是這樣來說 說禮輕情義重 那今年各位如果有做愛心 這份禮就更重了 因為民眾看到在意外也馬上來響應 除了本身有需求也是很好的愛心活動 而這些社府團體表示 非常感謝縣府社會處的整合行銷 讓他們的學員更有動力 推出好品質的月餅 意品跟水果 本來要買 還算什麼幫助這裡的弱勢團體 心情很快樂 我覺得這個是很好一個 就是說有很好一個 算是一個節目 也是鼓勵大家來這邊看 多盡一點愛心 帶著我們這些身上團體 去拜訪所有的單位 就是這些企業 很謝謝你們 今年讓我們有一個穩定的基礎 學生可以安心的做餅 那在這裡跟各位報告 我們每年度會靠這些餅 每個單位最少都會推出三位 能夠穩定在這個職場就業的 當我們身上者看到你們的單 他不知道你是誰 他突然間發現 他這個餅 竟然可以讓他每天早上八點來做事 下午四點半回家 所以我們這些身上學生 早上八點就坐在樓梯等什麼 等每個單位 每個機構門打開 因為他昨天晚上就想好了 我今天早上就是要做餅 宜蘭靜豪里的內容豐富多元 由醫院認購的團體民眾 可以打電話到社會處或是 藍新副優中心來訂購 宜蘭新聞記者張立林採訪報導